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九点强强棍 哦 烧哦 嗯 好吃 哎呀 十九点十五分二十一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强强棍 我是强哥 赵子强 今天节目开始了 四天的假期很快 就要收假了 心情很复杂啊 对吧 没关系 跟咱们的节目机身一样 积极正面去迎接 先来听SHE的《咱们败》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老师把空气全都习惯了 嗨的我 你嗨的我 在你变成忽心 就就是要找救护车 别看我 是别看我 我的脸红就快要爆料了 为什么 那有什么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 怎么办 也许天又算 偷偷爱你 快乐又孤单 怎么办 爱却不能讲 与真导演 不来帮我的忙 怎么可以这样 笑容大白太阳 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 我虽然无力抵挡 但是日子还长 总有一天换你为我风光 怎么办 怎么办 生活中常常会有很多的考验和挑战 那碰到的时候呢 你不能只是傻眼嘛 总要想点办法嘛 对不对 这怎么说呢 最近大家都来讨论 再猜一个事情 就是新龙哥哥到底有没有 不是长头发 是重头彩 强哥呢 今天也看了一个 跟这个重头彩 重乐透有关的新闻 这一讲要到越南了 越南呢 有个女生 她买了七张一样号码的彩券 开奖之后呢 哎呀 她高兴了 兴奋了 跟全家人说 我重头奖了 重头奖了 哇 你要想 不要说家里有钱没钱 任何家里有钱没钱人 听到重头彩 当然高兴啊 哇 这全家人高兴 他们要去庆祝 可是家里没有很多钱 没关系 先借钱 买了一堆米啊 礼物啊 送给当地的穷人 没关系 反正都领到钱那么多 对不对 我们先借一点 现在手上没现金吧 先借了 就送了 分红啊 分彩啊 大家吃红 先送了当地的穷人 有米 有礼物 然后呢 那自己的朋友亲戚 当然办party 邻居啊 亲朋好友 同乐 两天 哎呀 开心 流水席 结果呢 几天之后 当然更开心 一家人还租车 家里自己现在还没有车 没有关系 我领到了钱 再买车嘛 先租车 哎呀 租一个车到礼券公司 我要领奖了 领奖太好了 拿出彩券一看 哎呀 哎呀 根本只对中两个号码 当场傻眼 女生的妈妈就说了 哎呀 一开始啊 提醒小朋友 哎呀 就不是啊 她的女儿说 哎 你要对啊 对清楚 有没有对清楚 有有有 对清楚 真的有有有 结果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是尴尬 尴尬脸红也就算了 现在糗了 还欠钱 欠了很多钱 啊 买个东西给别人 这怎么办 怎么还得了 还好 哎 这个时候朋友邻居 哎呀 就一听 哎呀 原来没中奖 那得到的米啊 跟礼物啊 就先归还了吧 那有些人还捐 捐款给他 说我就参加你们两天 两夜的流水席 我们就吃喜酒 也还有包个红包嘛 那我们也给你一点钱 算是出席party的红包 让他这个女孩 粗心大意的女孩 哎 和她的家人能够还钱 这个生活中啊 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啊 这个有点紧张 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只是傻眼 哎 这个 对不对啊 这个中了头彩 还是要仔细对一下 就算你现在没有 但是大家也不要因此难过 是不是 前几天 这个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的 开心的时光 那个是真的啊 对不对 你不要说 虽然说你后来没有得奖 但那两天的那种开心 不是跟重头彩一样的开心吗 就把那个欢乐 快乐 友谊 都放在心中 我觉得这倒是一种 面对的方法的 一种方式了 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 爱的我 你爱的我 恋情有了一点 精致又要全都回了 靠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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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种节目听起来很过瘾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为了提升在咱们酒吧新闻台 线上收听的品质 咱们电台 特别在原本和这些 中华对境的 嗨频之外 还新增了一个名端收听 所以各位朋友 现在可以听两个了 可以上线收听了 那大家到咱们的官网首页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 线上收听二台的连接了 你就点选就可以收听了 或者到咱们 酒吧官方粉丝团 也有提供连接 方便大家点选 你看选择嘛 有两台了嘛 目前这个线上收听二台 只提供了电脑网页版 你在家里听 是很方便 但是还没有办法 连接到手机上面听 咱们会继续持续改进 各种收听的品质和方式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咱们电脑网页 我都爱你 快乐又孤单 怎么办 还却不能讲 你真讨厌 不太帮我的忙 怎么可以这样 笑容打败太阳 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 我虽然无力抵挡 但是日子还长 总有一天换你 为我疯狂 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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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 呼叫 抢家棍 达人联盟 从天上 从水里 用跑的 用飞的 立刻结合 好听 对不对 Memory 这是跟咱们 如果人就谈流浪狗之歌 Dogs 齐名的Cats主题曲 怎么嘻哈 应该是对对对 这个强哥 当然是我们自己 不能够小了自己 对不对 大了别人 对不对 它Memory 全世界知道 但是Dogs 强哥知道 你说我的记忆力 有点错乱 对不对 好了好了 今天我们呢 这个总的选手歌 来跟今天达人联盟的 主题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选择 流浪狗之歌 我们今天不是讲流浪 我们讲的是Memory 师弟 今天达人联盟呢 要请到的达人 就是要弹这首歌有关的 而且是咱们的老朋友 大家还记得吗 今天既然讲Memory 你不能说不记得啊 对不对 让我们来欢迎 亲子教养达人 职能治疗师 张旭凯 凯哥来个节目 凯哥好 是 强哥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好 凯哥有一阵子 没来节目当中了 对啊 一段时间了 凯哥看起来气色挺好的 努力运动啊 可快变瘦一点 真的哦 对 也对啦 要啦 需要啦 面对强哥讲这个话 实在蛮残忍的 强哥也越来越 气色很好 真的吗 对啊 你不能说我说你好 你就说我好 不不不 刚才你走进来的时候 特别有精神啊 你敢啊 你都敢到我全身 起毛球啊 哎呀 刚才我们是 强哥今天是 刚刚从钟永和 赶到这个 这个过火车站 而且从火车站呢 再赶来我们现场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是 哎哟 哇 这一路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好多 好多游览车 还是大卡 游览车吧 大型的bus 大概是刚刚活动 二吧 是 对对对 有可能 这条路上面很多 这个活动 但是呢 这也是跟今天话题有关 memory跟记忆 对 对不对 我们今天来谈记忆 是 所以现在在路上的朋友们 可能也卡在那边 没关系 收音机听一下嘛 对不对 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是live播出的 所以现在凯哥跟强 其实不止我们两个人 嗯 你旁边还坐了一个人 是是是 是只有我看到吗 应该你也看到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你不要吓我 今天有一个影子 人者 影子人 是是是 为什么 这是你们合作的 合作我们团队的一个 智商心理师 是是是 那他就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专业人员在这边 协助本节目 对 没错 然后呢 让我们本节目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呢 在空中一起了解教养啊 心理啊 教育啊 嗯 行为啊 认知啊 嗯 这有关的事情啊 对对对 其实这不只是小朋友 我们大人常常也会回到我们的童年说 哎呀 当年我们是这样子 嗯 没错 哎 在讲marm之前 小的时候 训练记忆能力对长大有帮助吗 有啊 其实最简单来说 你在训练记忆的时候就是帮 你为什么能够记起来 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在做一个连结嘛 那这个通路这个连结 连结的越好 当然你随着长大 你的神经细胞可能会有一些衰减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但是至少你一开始建立的连结是强的 所以你在记忆上 甚至你学到的记忆技巧 将来长大都可以用啊 那可收音机旁边有大朋友啊 车上有很多大朋友说 哎 凯哥啊 嗯 那我现在已经三四十五十岁了 嗯 那我们现在训练记忆力还有用吗 有用啊 有大人训练记忆力还有用 有用啊 还是我们就放弃了 还是有用啊 还是有用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现在记的东西不是那些学校的东西 你记的东西是你生活化会运用到的东西 所以那跟我们的生活更为贴切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是 你可以用过去的经验来带领你现在的记忆 所以你的记忆会变得更好哦 有 哎 你这样我们应该合作一个什么快速记忆达人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也是还蛮流行的 是啊是啊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赚这个钱 这个放在以后我们礼拜一的时候聊 怎么赚钱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记忆力来赚钱 现在 哎 讲到这个 对不起 强哥又打岔一下 现在真的有很多人说靠教别人记忆东西赚钱 是啊 我现在才发觉有好多人教我们怎么记英文啊 教我们怎么记什么什么 那好多都用这种方式还赚不少钱耶 所以你这样一讲待会我们很多不能讲啊 为什么 我就把诀窍都会讲出来 没有关系 我们呢 听咱们节目 胜读 那个赚钱十年书 好 对对对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我们节目的价值啊 我们除了带来欢笑 带来知识 还希望能带来财富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 强哥正在练习 practice 是啊 memory是透过练习是有帮助的 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有技巧的 哎 看到没有 所以练习是 讲到技巧 今天我们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关于啊 这个 我们还是锁定小朋友了 比较 比较 尤其是小朋友 很多大人就现在接触到小朋友说 哎 我的小朋友说实在真的很紧张 嗯 这个尤其是 现在正在读书的小朋友 对 平平都是学生 我也爱我的孩子 嗯 不打不骂 但是也努力教育 但是别人呢 英文单字记得很好 我的小孩怎么记都记不得 然后呢 不只是如此 讲什么忘什么 啊 包包什么 又忘了带联络布了 又是 哎 是不是我的小孩子在记忆力啊 天生就差 怎么办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大人的态度的一个问题 你今天要孩子去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态度到底是比较轻松的还是比较严肃的 或许我们都会觉得严肃一点 你可以把很认真的把事情记起来 可是那个就是一种压力 你告诉孩子等一下 你就去给我把你的联络布打开 告诉我第一个功课是什么 然后把功课拿出来给我好好的写 这样的讲话 跟你跟孩子亲身戏语的 或者是提醒式的方式 哎 今天有没有功课啊 第一项功课是什么 来赶快去 告诉我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孩子来说 他就没有一个 压力就比较少 然后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大脑会愿意 接收这样的资讯去做处理 你这个问题真的 讲出来 我跟你讲 现在收音机旁边大概 有50%的大人都开始 哎哎哎 凯哥凯哥 稍等稍等 我问你 如果小朋友 我这样鼓励 我们现在父母 大人都是这么被提醒的嘛 对 老师都这样了 不能再打而骂 什么规定啊 对不对 可是啊 如果他一考出来 他真的就是那个分数 就是比别人差很多 是 别人记十样 你的小孩只能记三样 这该怎么办 就是说 难道我们还是不打不骂 只用提醒吗 你跟他讲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我们怎么样鼓励孩子 用心去练习 或者他的记忆力 我们能够做点什么积极的动作吗 对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问题 那现在孩子开始进入到这个记忆的状态了 他怎么去记 第一个你要去看你的孩子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之下去记忆这些东西 简单的说 今天你记一件 比如说孩子都要背课文吧 对哦 背课文怎么背 背英文单字 今天这些英文单字 课文 你是坐在书桌前一直看着记 还是你允许孩子边走边念边记 有些家长会很在意说 你要记就好好记 专心记 你给我坐在位置上 不要给我走来走去 一走来走去 你就分心 那你的意思暗示我说 他其实应该可以走来走去 是的 你看看那个古装剧里面 那个私塾里面 夫子在教的学生念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得不在那边摇来摇去的吗 你这样讲 跟强哥刚刚在排戏走过来是一样的 我说排戏的时候 那个演员也没有 就坐在那边这样 背剧本 这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逃不了了 看我天下第一的绝招 他不是这样背的 他也是一边走 一边排 当然你们戏剧会有所谓的动作记忆 你要去记动作走位 但对小朋友来说 走路这件事情 讲白一点 我就是要孩子分心 为什么要分心 太专注于一件事情 反而大脑会很累 很伤能量 所以这时候我让你走路的时候 你偶尔都是眼睛要瞥一下 看看我们会不会跌倒 会不会撞到东西 在这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分心 可是孩子课本 单字都还在手上 他马上又回来 那个就是小小的休息 反而让我们的专注力 可以更为集中 真的假的 你这个已经超过我们想象 真的 你这个说真的是有道理的 我是说真的 而且这样真的对小朋友帮助 对 今天各位 这一集你不听 简直是打屁屁了 为什么呢 他已经超过我们以前所记得的事 现在的学理 对于很多东西研究 就更深 更透彻 而且凯歌自己本身 天天 他的工作 就是真正有跟小朋友接触的 所以他现在讲出来的 除了学理之外 还有临床 实际对于小朋友 在记忆里有帮助的 今天 你什么都可以忘记 绝对不能忘记 听咱们十九天 抢抢滚 A fatalistic warning Someone mutters And the street lamp gutters And soon It will be morning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强歌爆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听听 听见全世界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小抗小朋友的力量 台中风云区 瑞岁国小 一位张老师 原本呢 只是单纯的小朋友呢 同学们呢 参加甜言插秧活动 没想到呢 跟那个农夫爷爷聊了一个聊天 闲聊之后呢 发现哎呀 丰元当地生产的 葫芦敦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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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销量大不如前 那张老师呢 就带领同学们 深入探讨原因 结果又挖掘出 葫芦敦米啊 曾经是日本天皇 御用米的金人故事 哇哦 为了让大家重新再认识 推广自己家乡的好米 张老师呢 特别请同学呢 模拟成立行销公司 哎 注意啊 这是国小啊 也不是大学 是国小啊 行销公司 各司其职 共同推广的葫芦敦米 为了刺激同学们呢 的创意 老师呢 还准备了许多呢 相关的资料 来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 张老师认为 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这跟那个强哥 还有那个爱因斯坦 讲的都是一样的 那有想象力 就能激荡出 这个令人惊喜的火花 于是呢 有人就负责 制作海报 有人负责撰写 宣传的一些文字 有些人呢 负责宣传歌曲 歌词的创作 有些还负责上台报告 彼此肩负着使命感 互相的敌力 勉励 鼓励 没人敢偷懒 为了让同学们呢 对葫芦敦米 更有感觉 张老师呢 将电锅带到教室 必要同学们 亲自动手洗米 煮饭 透过实际的吃 不是 操作了解的 煮住一锅 好吃的饭 同时对于葫芦敦米 产生了更多的情感 事后有同学们说 这是他第一次 在学校里 把饭吃光光 一次单纯的 田园插阳活动 带来一系列 超乎想象的教学活动 也让小朋友 深入理解了 家乡的宝藏 并用尽全力推广 好让他能够 再现昔日的光彩 教育的力量 超乎想象 是不是 很令人感动 这个张老师 一定要给他拍拍手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看 这个一个老师 你可以打混啊 对吧 你们去 你们去 老师在旁边休息 滑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们就去 跟阿公插秧 插完秧 回家回家 搞一声脏 拜拜 下次回学校 但是呢 他们深入 然后老师还动脑筋 还有评估 还有鼓励 你看这个老师 是不是需要拍拍手 那另外一个 需要拍拍手呢 是谁呢 就是十九顶抢了棍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 好的媒体 把这些好的事情 传播出去 媒体 讲一些 搞得大家吵架闹 生气 你说 那不好 最重要的 还是需要一个 好的媒体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你一定要memory 对不对 你一定要 放在你的记忆里面去 我跟你讲 好的 那继续 接下来就是一个 温暖的新闻 美国 洛杉矩 白宫餐厅 曾经是很多政坛的有名的人 还有大明星 喜欢去吃东西的地方 不过这并不是这家餐厅老板 最重 最在意 最在乎的重点 他最在乎 最引以自豪 最骄傲的是 他每天都为两千名 贫困的孩子提供 新鲜的意大利面 这老板叫做塞拉托 他有六个兄弟姐妹 从小就穷 很贫困 慢慢长大 所以当他长大 有能力的时候 他就以母亲的名字 成立了一个 非盈利慈善组织 每天为当地 大约两千名的 低收入户的家庭 小朋友 提供新鲜意大利面 十多年来 天天这样 他已经为孩子们 提供了上百万份的餐点 可是就在这个月初 餐厅发生火灾 整个都烧光了 哇 你看看 所以不是说 天空疼好人吗 可是好人一样 还是会面对 人生的挑战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塞拉托老板 一方面很高兴 高兴什么呢 他的员工都没事 虽然烧掉了 但另外一方面 当然苦恼了 厨房 没有厨房 可以继续为孩子们 做意大利面 没想到这个时候呢 他却得到 许多用钱 都买不来的礼物 一堆人啊 传讯息要来帮助 包括他以前 竞争对手的餐厅 都说 来来来来 我的厨房免费给你用 来吧 我们一起来帮孩子们 来做意大利面 塞拉托老板呢 现在正准备重建餐厅 他说不能因为大伙 就把这个慈善机构 给关闭了 这可是他最爱的事业和骄傲 哇哦 你看看这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不是金钱 不是竞争 不是企业做多大 而是你的心 你的爱有多大 爱你的记忆 是寸寸惆怅 爱你的心情 是树木精的掌桑 你那流浪的信仰 你那漂泊的信仰 何时才能忘记你 你卷地入眠 OK 哈林云神记 爱你的记忆 你的记忆 是寸寸惆怅 爱你的心情 是树木精的掌桑 真的 小朋友背书都背到 寸寸惆怅 肝肠寸断 其实不是小朋友 很多大人 哇 那大人在旁边 像以前的 可能就骂了 就打了 对不对 小朋友哭哭哭 还是继续给你背 现在你怎么可以打 你全部人都知道 不该打 对不对 但是实在找不到方法 可能刚刚凯哥 讲了一个厉害了 第一招 你让他练习分析 不要绑着椅子上面去背 让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一边走啊 一边 甚至有些小朋友 你看 我们有一些坏习惯 比如说摇晃身体 抖角 转铅笔 其实这个 目前研究出来都发现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专心 甚至帮助我们记忆 那听收音机呢 听收音机 声音音乐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目前找到的危险 还是众说纷纭 但是很难讲 今天我要请爸爸妈妈 去观察孩子 有些孩子 他听音乐 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会有过状况 是每次听的东西 是不一样新鲜的 比较希望是那种重复性的 已经很熟悉的东西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以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的儿子 喜欢听五月天的歌曲 我老婆一开始听 哇塞 那么摇火一跃 怎么可怕 他说 可是我儿子可以专心下来 我说这个可能遗传 我小时候听的是相声 我们为了同好大师的相声 我那个录音道都听烂了 可是我可以专心 对 所以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需要 音乐这件事情 需要爸爸妈妈的观察 才能够确定 对 那其他我们建议用动作的方式 因为现在孩子都希望他 竞争力强一点 都给他很多的 静态才艺的课程 孩子缺乏动 所以你趁这个时候让他动一动 晃晃身体 没有关系 只有在背书的时候 你可以斗角 你会发现孩子更容易专心下来 背得更好 你的意思好像这样子讲 是不是 就是如果我们给自己或者小朋友 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记忆一个东西 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方法 不一定要什么规定的 就是你也许有些人透过斗角 转切笔 有些人透过听一个古典音乐 有些人透过一个走动 摇头晃脑 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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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家 大家这样的背书 反正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方法 对 最重要的是 找到你自己 或者找到孩子 专心 静下心来的方法 没有错 因为每个人 甚至环境都不一样 强哥你要创作一个戏剧的时候 你会在什么样一个地方 你的地点可能会 别人可能想象不到 绝对不能跟你们讲 你可能是一个大家没有办法 或许爸爸妈妈都会觉得 孩子要专心读书 就应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这样讲其实有道理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人一专心 到那个什么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 强哥有一次去中央图书馆 就看书 才发觉成旁边 至少有三个人在打呼 其实有些人 一到那个图书馆 一个安静反而睡觉 刺激太少了 太安静了 然后就休息了 所以有很多人 喜欢K书的地方 反而是什么 Starbucks 或者是咖啡厅 对不对 然后很多父母说 你这个读什么书啊 你 可是他也说不上来 他就说我到那个地方 就反而比较能干 而且安心啊 很怪耶 真的因为你这样讲 真的让我想到 以前我去读书馆 就很多人就是 一进到那个中央图书馆 一沉浸 那个空间很安静 又很高嘛 挑高嘛 声音就好安静 这时候那个打呼的声音 特别大声 很尴尬啊 你在旁边 你这个什么读书 笑死了 旁边的人都在笑 他其实到图书馆 也是想读书的 结果一进去 你就像大脑关机了 睡觉了 对没错 除了这一招之外 你还有什么提醒爸爸妈妈 除了要注意他可以动作 还有你别找别找 另外一个重点是 很多爸爸妈妈会跟我说 老师那个明天 隔天要考试了 我前一天您爸复习过了 我确定他会背 背好了 结果隔天考试 怎么又背不出来 怎么又错了 这其实很好玩 我们的记忆是 我们都认为孩子在背书 记英文单字的时候 就是只有记英文单字 事实上我们大脑 把他现在 我所得到的讯息 都记起来了 包括我看到的 听到的 我摸到的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你可能 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 妈妈在身边 妈妈给你那种压力 让你记住了 结果呢 隔天压力不一样了 环境不一样了 旁边是老师 旁边是同学 会有一个不同 所以我会建议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确定一个孩子 在前一天背书背好了 你不妨要抽背的时候 把它换地方 本来是在书房 你背好了 好来 接下来我们到客厅 再背一次 再到厨房背一次 你在浴室 你去洗澡的时候 我在外面听啊 你要背给我听啊 就让他用不懂 这几个练武功一样 就不是只在这个地方 你要实战 到这边背一背 到那边背一背 以至于你会不会被环境 变成copy 从一个公式 你会深层记忆进去 我们会说大脑 就已经把各个环境里面 同样就是在背课文 他就只留住课文 其他那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就丢掉了 所以他可以记得更好 厉害了吧 你看看 今天这几招 提供给你在记忆中间 就可以帮助小朋友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尤其强哥 这种慢慢慢慢 越来越需要背 背东西的这个年龄 真的 我们大家都应该记住 把这些东西记住 要记住之前 先训练好你自己的记忆力 全家团 全家大挑战 等会如果答不出来的话 找谁上场救援帮助 阿姨 阿姨住哪里 海北 阿姨住海北 那你们家住哪里呢 海北 太棒了 好的 OK 大强中强小强 三种题主 你要哪个 中强 非常好 准备好了没 我要点一下名了 宝宝 猫猫 猫猫 猫猫好有精神 李怀宁 李恒宁 好的 那全家 还有还有 全家来挑战 强哥 记录有点问题 首先要考考大家的是 跟动物有关的问题 在经典动漫作品 七龙珠当中 赛亚人的名字 其实就是把野菜 两个字颠倒过来 也就是 插野人 真的 真的 是真的 直强哥觉得 很怂 很好玩 那所以悟空的名字 本名叫做 卡卡罗特 它其实呢 就是胡萝卜 Carrot的意思 那达尔呢 原本应该叫做 贝吉塔 也就是 Vegetable 也就是 因为呢 达尔人是赛亚人 也就是菜野人王子 所以当然用这个 整个蔬菜的种称当名字 好了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不是考你蔬菜 是要请问你是 赛亚人看到满月的时候 就会变成 下列哪一种动物呢 一暴龙 二山猪 三大猩猩 四大黑熊 请问吧 请做答 阿姨 阿姨上场 就原了吗 立刻阿姨上场 立刻阿姨上场 爸爸没看过 这个都是过去的 他就不太记得 我们当然是考一些 爸爸妈妈 可能会记得的事 但不是每个爸爸妈妈 都像强哥这么老 听起来把我妈妈都很年轻 喂 喂阿姨 你好 你好 全哥你好 阿姨啊 你以前有看过那个 七龙猪吗 我没看过 可是叔叔有看过 叔叔 叔叔在旁边 帮忙一下 是 请问 大猩猩 大猩猩 他会了 你要说这个我们还是问一下好了 这个赛亚人看到满月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的动物呢 暴龙山猪大猩猩还是大黑熊 看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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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说大猩猩 恭喜答对了 求求用掉了 谢谢阿姨啊 跟阿姨说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没关系 后面都很简单 最近天气真的很冷 要问的大家是 双酱牛肉汁 所以叫双酱牛肉是为什么呢 一 双酱牛肉的牛汁都生长在 很寒冷下雪的地方 二 这些牛都是用鲜奶双启磷养养大的 三 它的油花分布的细腻像雪花一样 所以叫做双酱牛肉 四 没什么原因 只是这样讲起来名字比较好听 请做答 三 它的油花分布像雪花一样 所以叫做双酱牛肉 所以第三题 有些俗话成语其实用动物来形容 做例子 比如说有一句话说 画虎画皮难画骨 你知道这句话下一句是接什么呢 一 人靠衣裳马靠鞍 二 进水楼台先得月 三 知人知面不知心 四 得饶人处且饶人 请做答 知人知面不知心 知人知面不知心 老婆厉害了 第四题 还是跟动物有关的声语 有一句话叫 河东狮猴 请问这里头的狮子指的是谁呢 一 妻子 二 二 三 房东太太 四 狮子王 星巴 请做答 谁跟你说的 妈妈 这怎么是妈妈说的 妻子 爸爸说什么 核东西说的 核东西说的 爸爸你小心一命我跟你讲 第五题最后一题是十四题了 今年奥斯卡颁奖最后出了个大乌龙最佳影片 以为是拉拉雷 越来越爱你 拿到 还上了台 还讲了感谢词 结果得奖的 其实是下列哪一部电影呢 一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二 月光下的绿色男孩 三 月光下的黑色男孩 四 月光下的彩色男孩 请做答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又回到今天节目开始 对不对 今天那个乐透呢 拿错了怎么办 对 他们怎么办 也就是去面对 也不能说 就蛮混过去 对不对 就面对 我觉得处理的也挺好的 处理挺好的 OK 来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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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吗 开心 那恭喜你 那你现在要选择一个 祝福歌曲送给大家 你选择哪首歌 宁静的夏天 这么冷的天 选择宁静的夏天 倒入这种反腐的意味 要祝福谁呢 姐姐 为什么要选个姐姐呢 姐姐喜欢 太好了 送给姐姐 喜欢宁静的夏天 强哥喜欢温暖的夏天 这天超冷的 谢谢您 同时谢谢我们凯哥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认知学习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好聊聊 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 也跟各位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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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里面 宁静的夏天 治疗的睡了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里面 宁静的夏天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甜甜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 你那温暖的脸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